你好 欢迎收看1月5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文化部等产观学界2018年推动了 再造历史现场专业计划 拉库拉库西流域布农族旧设塑源级重塑计划 在嘉兴部落旧址原地重建石板屋之后 109年的6月份开始 伊斯达西巴尔家族就地取材 在旁边搭建了附属家屋在今天落成了 现场学中卫亲自爬了4.5公里的高山步道出席 也肯定了各界对于布农族传统建筑工艺 还有文化历史再造的用心 从瓦拉米登山口一路来到4.5公里处 布农族加兴部落旧址的家屋群场域 伊斯达西巴尔家族遵循布农族传统集市方式 再杀了一头大猪来祭祖 糟告附属家屋以完工落成 卓西乡拉库拉库西流域 百年前城市东部布农族人狩猎游耕的主居地 其中加兴旧社留存了一座家屋遗迹 兴起了官学界与部落族人争取推动 再造历史现场专案计划 拉库拉库西流域布农族族社溯源与重塑计划 保存更传承布农族有形无形的传统文化 文化部的代表率现场这个计划落实在华林县能够成功 我想也非常感谢我们县长的支持 还有文化局的努力 最重要的是我们卓西乡乡长的职业的支持 还有我们这个嘉西部落 还有港大学他们的支持 2018年经文化部 华林县政府台东大学与布农族族人与家族后裔共同合作 不仅原地重建石板家屋 109年也在竹屋旁 大概这一栋附属家屋 成功再造历史现场 爬了4.5公里步道的县长 许真卫看到传统家屋群相当震撼 更感动于部落族人推动传统文化历史的努力 保存世界的文化理产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是我们这一代的人的责任 而且要让代代能够相传 能够看到世界上有不同的族群 有不同族群的文化 还有它的智慧 这是我们非常非常感动的一刻 透过了前瞻计划 主席乡布农族人就从嘉兴部落遗址出发 不仅逐渐搭起早期布农族人 传统建筑工法与记忆 也逐渐修筑了回到文化的根 那一条回家的路 记者是宇兰卓西采访报道